好一朵迎春花 接着是什么呢 人人都爱他 好一朵迎春花 仍爱大地方光华 擦起那迎春花 芬芳薄千家 擦起那迎春花 隐隐齐共欢乐也 哇 虽然这段影片应该是年二十八或是年二十九 或是年三十 但是跟大家说明 新春进步如意吉祥身体健康 各位上升或是太阳相遇座的朋友们 来到农历正月 那你们的自身运势会怎样呢 是小小东西要注意 但是不用太害怕 第一个呢 小心在交通方面 或者整体你们移动的方面 例如做运动跑步 会遇到一些小意外 損伤那些东西 好似大吉利时 恭喜你们又说大吉利时的东西 但是不用怕 因为最后是有一些吉星共照 第一 移动的时候 第二就是不移动的时候 尤其是你们的坐姿不正确 是的 或者是可能长期坐在这儿不动 尤其是如果各位是一些职业司机 坐到血液循環不好 跟着什么坐骨神经痛 盆骨 什么椎盘本突出 这只椎不正确 OK 那留意一下你们会不会坐得 那个quantity 就是时间的quantity是太长 OK 就是那个amount 就是时间太长 或者是那个坐的quantity 那个坐姿是不正确的 OK 那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看那个星图 看到呢 你们现代的守护星 在置身宫位得小 16度 但是刚巧呢 就在14度 在射手座的火星 就发生一个四分上的 OK 听起来好像很差 是不是 OK 但是不用怕 那为什么我会一直说 尤其是静态的时候 是会关于一些 什么盆骨 左骨神经 那些东西呢 因为我们要看回火星的位置 OK 它是在先天九宫 还有在你们的后天十宫 OK 好 但是呢 真的不用太怕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看你们的 古典的守护星木星 其实在摩蝶的12度 虽然是弱势 但是呢 它刚巧呢 就是 有一个都挺漂亮的一个能量 就有一个六分之上 就跟你们13度和16度分别是 金星和海黄星呢 都有一个美妙的六分之上 所以其实是射一射走那个能量 所以不会说发生一些很大件事 是的 还有你看到 其实坐得久 令到自己的腰骨不好 那些东西 都是一些比较慢性 不是说一些很突发很急切的东西 所以只需要去 留意 去改良一下 自己去警惕一下 那就全部东西可以的了 OK 是的 接下来也请留意我 会去讲那个2020开运秘笔 Live 而且真的 在今年我真的会做那个塔罗二签 最后跟大家讲一次 新春进步 如意吉祥身体健康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